Barticle move along a straight line 然后它的V是这一个 然后Pass to fix point O 就是说我的T等于0的时候 X等于0 它要找它Inertial Acceleration 我的V是T power 3-4T square加3T 我的A等于DVDT 所以我的A呢 会是等于3T square-8T加3 然后我的T等于0的时候 我的A等于30 square-8乘0加3 然后它会变成3 所以它的答案是3m per second square 好 在这一边的时候 接着Initial Interval The Time Interval Acceleration less than 6 所以B的这一边呢 它的Acceleration less than 6 就是说我的这个 3T square-8T加3小过6 3T square-8T加2-3小过0 然后在这边开挂幅 然后等于0 我这边有T3T313-8加1 所以我的T等于3 然后还有我的T等于-103 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 它是这样的 然后它是-103还有3 OK OK 好 我觉得这一个呢 应该会有很多学生做错 为什么呢 因为我会拿到-103跟3 可是事实上 因为我的Time是大过等于0 所以它会变成0跟3之间 所以它是0跟3之间 OK 好 然后 接着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Time when the particle stop 的时候 的时候 它这个stop的时候就是它 velocity等于0的时候 so velocity等于0的时候呢 就是说我的这一个等于0 这一个等于0 OK 好 然后在这一边 这个是G 这个等于0 我把P投出来 它会变成T2-4T加3等于0 然后我这一边 又把这个再开挂弧等于0 我有TT133-- 所以我就有T等于0 T等于1 还有T等于3 D的部分 the total distance traveled by the particle until the particle returns to the fixed point O for the second time 就是说我的S等于0的时候 OK 它的total distance 会是等于多少 然后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要找我的D的部分 我的S呢 会是integrate VDT 所以它会等于integrate T power 3-4T square 加3T 然后DT 所以它会变成T power 4×4 -4T power 3×3 加3T power 2×2 加C 然后我的T等于0的时候 我的S等于0 imply我的C等于0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个S呢 可以变成T power 4×4 -4T power 3×3 -3T square -2 -3t square 我在这一边 我的S等于0的时候 我的这个T power 4×4 -4T power 3×3 -3t square -3t square -2 然后我全部一起乘12 我全部一起乘12 乘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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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2,3,4,12,2,6,12 所以3t power4-16t power3加18t power2等于0 然后全部都是3t square筹出来 t square- 哎没有哦 这个是16,16不是3的对数 ok 好,所以我不能够抽单t square 我只能够抽t square吧 3t square-16t加18等于0 t square,然后在这一边等于0 然后它是这一个3tt 然后我们有6,38,298,368 然后2,98,368 来我在这一边我这一个我就有 然后我看一下 又38 ok,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mode 然后第5equation下面这个quadratic 然后它就有3等于-16等于18等于 ok 哦 3.7多 怎样 好,那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一个我是没有办法 呃,那一个t square等于0 所以t等于0 然后我在这一边它就有3t square-16t 加18 加18 所以我的t等于那一个16加-square root -16 square -4 3 18 和2 3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可以用计算机直接找到这一个 它会是等于那一个什么3.72 然后过后呢它还有这一个是1.61 ok 所以它的3.721 second 还有1.61 3 second 这样 ok travel until the particle return to the fixed point 0 for the second time first time second time 它回去两次 ok 所以在这一边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它就是说它在t等于1提成3的时候 它其实是有回头的 ok 嗯 来在这一边我t等于1的时候 我的s呢 会是等于1power4 和4 减4乘1power3 和3 然后再加3乘1power2 和2 ok 然后 在这一边它这个是1power4 然后这个是1power3 1power4 然后1power2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它这个是mode1 然后它这一边是alpha x power4 和4 然后再来减这个是alpha x power3 和3 然后再来加3 然后alpha x square和2 clc我放1进去我拿到的是5和12 所以 所以 等于5和12 所以 等于5和12 t等于3的时候 我的s等于3 power4和4 减4 减4 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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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power3和3 加3 3 power2和2 然后我在这一边clc 我放3 进去 我拿到的是减9和4 减9和4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它的那个全过程是这样 它t等于0的时候它在0 然后它第一次停的时候是1的时候 它是在5和12 然后过后呢 它在掉头 它在这一边的时候 它这一个是减9和4 然后就是说它从这边来到这边 就从这边来到这边 最后又再从 这边来到这边 ok 呃 哦 其实我不用找出这两个时间出来的 ok 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它一开始的t等于0的时候 在这边 它转头来到这一边 然后呢 在这边就转头 又回到雷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的total distance呢 会是等于2个5和12 再加2个9和4 所以我在这一边 呃 那一个2乘 那一个5和12 再加2乘9和4 所以我拿到的是16和3 所以是16和3米 所以其实我不用 不用找出这两个时间出来的 ok 因为我可以看到它就是在这边转头 这边转头 我在上一个部分的时候 已经知道它在这两个地方转头了 所以它转头的时候呢 它根本都不需要去换它的那个方向 ok 那它就根本不用找出它的那个time 是在哪里 其实我要找time的时候也是可以啦 就是说我的time等于0的时候在这一边 我的time等于1的时候在这边 我的time等于3的时候在这边 然后我在这个点的时候呢 我的time呢 会是等于1.613 这个time呢 会是等于这个3.721 ok 嗯 它其实是这个16加sqrt 6sqrt -4乘3乘18 然后over6 然后拿到的是8 8加sqrt 然后或者是它这个是8-sqrt 所以8加sqr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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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这个是8-sqrt 所以我们在这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个integration的时候 如果我用integration来做啦 integration velocity 它的velocity是这一个 velocity是 这一个 ok alpha x power 3 然后点4 alpha x2 加3 alpha x 然后从0到 ok 下面的这个呢 它是 8-sqrt over3 so 8-sqrt over3 然后拿到这里 哎 不是不是不是 我应该是 它到那个 转头的地方t.1 ok 所以它应该是t.1 所以我根本都不用这两个时间 点出来的 它是5 vs2 好 然后 过后呢 另外一个是多少 它就1到3啊 这一边 这3 然后这个是1 所以它是1 所以它是这个 所以我根本都不需要找出那一个东西出来 哎呀 然后它 我的这个 我时间都不用找出来 所以我的这个 total distance 这个是method 2 比较麻烦的 但是等于这个加这个 所以我的5 vs2 然后再加那个 bub3 哎 等一下啊 不能 它还没有完 ok 它还有 还有一个 还要再加上来 还少了一个地方 还少了 就是说它最后回到那个点 对对对 我还是需要那个题 对 就是说它还要回到那个点的地方 这一边 呃 这一个 就 呃 8加square 10 over 3 这一边 这一个是 什么 8加square 10 over 3 然后 它是从 那一个 3到这一边 它是9个4 ok 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 它再加9个4 所以我的答案就会变成了 这一个5个10个 然后加8个3 然后加9个4 然后它拿到16个3 16个3 对 嗯 这样 但是我觉得 如果我们用这个转头回来 再转头回来的 这一种 呃 概念的话呢 其实我根本不用这个时间 用这样的方法会更简单 嗯 谢谢 谢谢 谢谢